大家好 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PX这首课程 那么上一课我们已经把HPX整个的API都已经讲完了 那么最后预留了一个问题 我们这么去写API 有没有问题 那么我这么去问肯定是有问题 有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 它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 那这一课我们来做答应 它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去看我们这一课的课程 那这是我们的那个大纲 那第一个是HPX的连接词 第二个是HPX的工具类 那当然这个是解决问题的 这个是帮助我们快速开发的 两个工具类 我们看一下 我们前面讲这个HPX API应用的时候 我们都使用了HTable这个对象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对象 它是一个比较重的对象 什么叫重呢 比如说 它加载配置文件 它有连接ZK 它查取MAP表等等等等 很多操作 那么你想想看 你每一个请求 它都做一件这样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还把这个连接给关掉 那如果在高变化情况下 这个是不是就个瓶颈 你想想看我们的关系数据库里面 我们做数据库连接 查询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数据库连接 词啊 比如说什么DBCP啊 CP30啊 这么连接词 是不是 那么在HTable 在HBase当中呢 它也引用了词的概念 引用词的概念 这就是我们的HTable 这个HTable的一个词 那引用词的概念过后呢 它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呢 都已经把这个连接给建好了 那么我们用的时候呢 从词里面去拿就可以了 对吧 拿到过后 放到词里面 就结束了 这样对我们性能呢 提高是非常之大的 提高非常之大 那这个连接词怎么用呢 啊 因为我们这个是 比较一个新的版本啊 那么和之前网上很多这种啊 连接词用法都是不一样的啊 那我们以这个为准 其他之前呢 都是这种老版本的H 那个HBase 好 怎么用法 那么很简单 对吧 我们要先什么 我们先建立一个 线程词 哎 这个线程词 大家能看懂什么意思吧 我建定 我建一个固定大小的一个连 一个线程词 大小为10 然后呢 我创建链接的时候呀 我这边创建的是一个 有一个配置文件 加上这个词 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我一个H connection 是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怎么用呢 我们使用一个单例模式 你不要说你每次来请求的时候 都来 创建这个链接 那效率会更低 对吧 我们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 来创建链接 后续使用的时候呢 直接拿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对吧 就拿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那这是这个用法 那我们把这个用法呢 转到这个我们这个程序当中 怎么去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转到程序当中 怎么去用这个词的概念 那么我们第一步 是不是我们得建立一个这么一个 公共的这个对象 哎 我们比方说我们建立一个什么 我们建个类啊 connection H base 谢谢啊 这个行 对吧 我们要把这个呢 给烤进来 啊 把这个烤进来 啊 我们要重改了名啊 我们要重新改了名 我们跟他一样啊 啊 我们跟他建一样啊 啊 那就可不可以 我们来建 我们建一个名字是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把它拔过来 哎 我们倒一个包 把包倒进来 那我们把这个啊 这一个呢 我们把这个啊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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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链接啊 给改一下 我们在这里也改 就改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啊 创建了这么一个连接 这个时候怎么用呢 怎么去用 我们到网络里 在我们的程序中 怎么去用它 比如说这里面建议方法 我们来 叫做什么 insert value 是吧 我们教这个方法 我们怎么用呢 第一件事情是吧 我们根据之前的模式 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去 拿这么一个链接 现在我们之前的是什么 点 get 你拿链接 Google 你拿哪个 对 拿哪个 table 我们这里面有这个 我们有这个 table table name table name 点 value table 比方说我们拿什么 拿这个前面的这个 table 01 这个时候我们拿到了 那么看这个散回什么 返回的是一个 一个 一个接口 好 那么我这时候我们来构建一个 这个啊 多建一个 put 啊 多建 put 比较说 多建一个 ro02 啊 对吧 好 那么put呢 我们再回忆一下啊 列足是什么 to buy if 对吧 我们这个列是什么呢 我们 称之为 啊 称之为 呃 address 所以我们就改成这个 把背认 好对吧 这时候呢 我的table 啊 table 点 put 哎 是不是跟之前的方式是一样的 一样的 我table 点 close 好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这么去写 能不能把数据给写进去 能不能把数据给写进去 我们这个就不要了啊 好 好 好 insert 好 我们再来验证一下 运行一下 好 看了没有 他这个链接啊 并没有关锻 对吧 对吧 我们看数据库里面 这个有没有啊 啊 看到吧 02 是吧 加进来了 对不对 加进来了 再看到没有啊 他这个链接呢 他并没有直接关闭 他是什么呢 哎 他只是把这个啊 链接放回去 它是链接一直保持的 链接一直保持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个呃 词的概念 那简简单来说呢 哎 就是这样啊 我们来简单画个条图 简单说就这样 哎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初始画的时候呀 我们这边哎 给他建了一个尺子 而这里面可能会很多个链接 对吧 链接个数是多少个呢 哎 就是我们这里面设计的个数 这个里面啊 我们看到这里面设计的个数 啊 然后是10个啊 他就建了10个词连过去了 那这是我们client端的吧 发现个请求 哎 C 如果说我要去 哎 我要去操作查询的数据 那么我们之前如果说没有这个词做法 是不是 我们要去 要去新建一个啊 这个siver端 哎 如果说没有词这种做法 我们是不是新建一个这种 词连接啊 第一个新建的连接 对不对 第二部分呢 我再去连这边 那我再把这个给关掉 现在不一样了 哎 我从这里面直接拿一个过来 哎 我就可以跟他连了 连完过后呢 我把这个再给对吧 我就放回去 这词连接一直保持这么多 对吧 那有那有些人说 哎 那如果说你这个建了10个词连接过后 他都在运行 第11个过来怎么办 很简单的 因为你是现成词这边有推 对列的呀 对吧 比方说时候我10个都已经全部拿走了 第11个接的怎么办呢 你就进队列等着呗 进队列 哎 如果这里面有人还回来过后 我就告诉你 你就可以调度你 你就再拿了一个 拿了个请求了 拿了个连接了 那这就是词的词的一个概念 再想想看 这个时候呢 我去拿词里面东西的购物呢 我是不是就非常节省时间呢 我不用做初始化了 对吧 我不用加载配置文件了 不用连zk了 不用做任何下操作了 因为 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呢 他已经建立好 那对这样的话 对系统来说 哎 他这个帮助很大 好吧 提出性的很多 那这是我们一个词的概念 那么在你这个 实际工作中啊 请使用连接词啊 请使用连接词 不要再去一个table 一个table去去连了 好 那么呢 我们这节课呢 来到这里 大家课后呢 把我们之前所学的所有的API 他的直接用newtable方式操作 全部改成用词的方式操作 重新熟悉一下 重新验证 好 那么这一刻我们先到这里